台南市政府為了感謝 在地社區組織還有志工團隊 協力導致保立武漢崗祖 顧本台南市宏博林園的標榮台會 市長輩體也在你們現場 躺在民間團體還有志工的付出 並辦法感謝整個理財的社區組織和志工團隊 感謝大家講現身在 導致社區設計的武漢崗祖 台南市政府這支配合到 中央共和社區安全網的各位 政客到社政、金正、維政、高雄町、跨局處 主委共同風地博力的出席 最好舉辦一百十億年度 台南市豪博林園標榮台會 市長文威特二零活動 困致民間團體以及志工的付出 並辦法感謝整個二十一的社區組織 以及志工團隊 感謝大家共現身在 導致社區組織無法慷慨 藉著這個機會感謝各位防暴志工 以及防暴社區的宣導 以及防暴的禮 大家的宣導 能夠讓大家有這樣子一個警覺性 當發現周邊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能夠該通報的通報 該這個勸導的勸導 這個部分可以讓我們社會更加和諧 台南市政府社會教家庭 目力風地中心志工蘇玉蘭表示 在推動風博的過程當中 一路走來看到自己和志工的小小的付出 讓政客風博地式選團下去 來講解孩子做受到加博 也是議動立體的方向 是自己最初有新就感的事情 是覺得對於他們來講 其實有真的實質上的受惠道 對那還有我們是在校園宣導 那校園宣導呢 有些時候去也有在防災中心宣導 那針對小小孩 那我們會宣導 就是自我保護的一些觀念 我們常常會覺得 那麼小可能會聽不進去 其實他們也聽得進去 有的小孩子 你發問題沒有問到他 他會很傷心 其實他們有聽進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防暴這個區塊 從小小就可以紮根了 不一定要大 台南市政府未來以來的 積極與民間團隊合作 在公司協力的努力之下 強化社區的安全網 讓台南省委尚改幸福意義的安全消息 記者檔心 市政府蔡芳博德 有的 谢谢大家